歡迎收聽2月9日星期二得到英國新聞報導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此首先提提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點擊廣告、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Patreon頻道月費贊助我們 第一則新聞 英國、美國、加拿大、日本、澳洲等22個國家組成媒體自由聯盟 發表聯合聲明 表示自從前年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以來 當局針對香港獨立媒體 立場新聞的高層人員被捕 眾新聞隨後也因員工安全的擔憂而自行宣布停運 聲明表示 中共是侵害了基本法所保障的自由和權利 破壞了中國根據《中英聯合聲明》承擔的義務 導致香港獨立媒體幾乎完全消失 聲明批評 這些持續行動通過壓制人權、言論自由 和意見和信息的自由流動和交流 進一步削弱對香港國際聲譽的信心 聲明敦促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 按照《基本法》和《中英聯合聲明》規定的中國義務 尊重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今次參與聯署的國家是有 澳洲、奧地利、加拿大、捷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德國、冰島、愛爾蘭、意大利、日本、拉脫維亞、立陶宛、盧森堡、荷蘭、紐西蘭、斯洛佛克、斯洛文尼亞、瑞士、英國和美國 《媒體自由聯盟》在2019年7月在全球媒體自由會議成立 目的是在新聞自由受到威脅時作出捍衛 各博共同努力倡導新聞自由和記者安全的夥伴關係 並追究導致記者因為工作受傷或被迫害的人的責任 目前《媒體自由聯盟》總共有50個國家 並共同簽譽了《全球媒體自由誓言》 是一項目的為改善國內媒體自由和在國際上展開合作的書面承諾 《媒體自由聯盟》希望通過遊說個別案件 追究迫害記者施虐者的責任 支持聯盟、成員國和其他國家改善對媒體的保護 和在多邊論壇上發表集體聲明來促進媒體自由 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表示 《香港基本法和港區國安法》明確保障香港居民 依法享有的權利和自由 包括言論和新聞自由 《國安法》實施以來香港社會恢復安定 發展重回正軌 新聞自由在安全、穩定、法治環境下得到更好的保障 在香港國際媒體和記者數量不跌反升 發言人表示 《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人不得把新聞自由 作為從事反中亂港的勾檔 破壞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黨戰牌 包括《媒體自由聯盟》在內的任何人 都不得把新聞自由作為從事反中亂港勾檔 破壞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黨戰牌》 發言人又重申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 《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 敦促相關國家和組織要隔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停止以任何藉口去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下一則新聞 立陶縣總理寂寞尼特訪問英國 最近與首相約翰遜會面 首相辦公室表示 兩人談及英國對立陶縣堅定不移的支持 約翰遜重申 英國對中國動用脅迫經貿的手段 不感到失望 立陶縣和中國的關係 因為幾件事件而惡化 例如去年 立陶縣率先宣布推出 中國和中東歐國家的17加1互動機制 另外 台灣又被允許在立陶縣首都設立台灣代表處 使中國使出經貿、外交、脅迫等等報復手段 影響歐盟供應鏈 今年1月27日 歐盟在WTO對中國提出投訴 WTO要求歐盟和中國 在60日內透過協商解決爭端 如果不成功的話 歐盟可以請求成立爭端解決小組 立陶縣總理寂莫利特 今次也感謝英國支持歐盟在WTO對中國提出的投訴 英國國際貿易大臣屈維里安也在昨日表示 英國支持立陶縣和歐洲聯盟等等盟友 抵抗中國的脅迫性貿易作為 英國將要求以第三方身份 參與歐盟在WTO的協商程序 約翰遜和席莫利特在會晤期間 也談及到歐洲安全事務 以及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 和白俄羅斯境內的軍事擴張 Boris Johnson表示 持續提供烏克蘭實質的經濟和防衛支援非常重要 席莫利特也呼籲北約盟友 在立陶縣和其他波羅的海國家 強化軍事部署協助防禦 立陶縣和英國的關係一直非常密切 雙方在安全、經貿事務等範疇有密切合作 約翰遜和席莫利特 同意進一步深化兩個國家的經貿連結 強化在不同範疇的合作 例如離岸、封電、可在生能源和金融科技等項目 資料顯示 英國是最大的立陶縣海外社群 有20萬立陶縣的人都在英國居住 下一則新聞 英國首相約翰遜宣布改組內閣 包括委任親密黨友成為保守黨黨邊 務求鞏固受派對門影響的執政地位 下議院領袖李斯銘出任新設的英國脫勾機會大臣 職責包括提升政府運作效率 李斯銘本來的職位將會由黨邊施炳心接替 而前歐洲事務大臣希頓哈利斯就會出任新黨邊 負責整頓保守黨國會議員的紀律 不過有保守黨國會議員對施炳心的任命表示憂慮 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他涉嫌發表仇恨伊斯蘭的言論 目前仍然被調查中 下一則新聞 英國首相約翰遜在做倫敦市長的任內 給中國企業投資參與17億英鎊的 東倫敦碼頭區更新開發項目 希望打造首都的第三個金融區 但事隔多年計劃仍未完成 如今是貧臨難尾 在2013年5月 約翰遜宣布倫敦皇家阿伯特碼頭的旗艦社區重建開發項目 打算將這塊35英鎊的碼頭區打造成全新的商業、住宅、混合區 這是約翰遜在做倫敦市長任內宣布最大規模的商業地產開發項目 當時他說這項計劃是由中國投資者參與改造倫敦的機會 又說他會成為東方投資者的名單 這個開發項目是由中國企業總部基地帶頭參與 他與倫敦市政府簽約承諾投資10億英鎊 將這個碼頭打造成亞洲商務港 但之後就得很少的商業人士進駐 而開發項目兩年多前已經停工 英國金融時報曾經報導過 總部基地這間中國公司的英籍華人董事長許慧平 是前中國政府官員 他曾經與王岐山共事 2003年許慧平在北京西南四環拿了一塊很大面積土地 興建北京總部基地後發職 當時王岐山就是北京的代事長 許慧平在2013年11月接受訪問時說 坦然資金不足但他表示 我不需要準備10億英鎊現金市場很有發展 但到了2019年 他承認開發項目因為英國脫歐帶來的不確定性 面臨招商困難 由於開發項目遲遲未完工 倫敦市政府已對總部基地這間公司 發出三個月合約中止的最後限期通牌 而總部基地這間公司坦然現在仍然籌備更多資金 不確定能否將計劃完成 下一則新聞 英國最大超市Tesco的董事長John Allen 他警告說食品價格上漲最嚴重的情況都還未來到 Tesco董事長John Allen表示 他知道市民生活預算非常緊張 不得不在食物和取暖之間做出抉擇 令到我們感到很困擾 但他表示超市和供應商都沒有辦法避免 因為能源上漲就會加價 他估計隨著春季能源和其他成本繼續上漲 超市食物的價格可能會再加價多達5% 過去三個月 Tesco的食品價格通漲被控制在1%左右 英國零售業聯盟在今個月早前發表一份報告 就說1月份的食物通漲是由12月份的2.4%上升到1月份的2.7% 目前英國的通貨膨脹率是5.4% 是過去3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預計今年通漲是超過7% 最後跟大家報道一下英國最新的疫情發展 根據英國政府最新公布的數字 在2月8日 單日確診個案有66,183宗 比昨日的5萬多宗升了少少 而過去7日 共有59,454宗 比在上7日大幅下跌了兩成 而死亡個案方面 最新數字是2月8日 單日有314宗死亡個案 過去7日共有1,802宗 比在上7日又升了11.4% 而入院的個案都是下跌 最新數字是2月3日 單日有1,421人入院 過去7日共有10,616名病人入院 比在上7日下跌了10.1% 見到入院的圖表跌得很快 而單日確診個案的圖表 最近幾天都是直線下跌 在死亡個案上 持續在一個高位上 今日的節目時間又差不多了 最後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鍵 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Patreon頻道 月輝贊助我們 下集再見 拜拜 按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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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